山岚老师 我最先好奇地 跟你们感情那事没关系 姑娘 大耗子是吧 对 就那老鼠 你不知道它有细菌吗 我知道它有细菌 然后我又带它洗了洗澡 然后买了那种消毒的 还有给耗子专门用的 一些沐浴卤啊什么的 给它消毒了已经 不是那些 不是通过表面 就能够消除的病菌啊 但是我还是 就是做事比较冲动 还是特别喜欢耗子 捏齿了一些动物的 就这个 它存在的危险 是有可能会伤害你 和它的身体健康的 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 而忽略了自己 和自己身边人的 身体健康吧 我觉得这不是 冲动不冲动的事 我很震惊对于这个问题 你认信到这个程度吗 因为喜爱 可以连性命不顾吗 你所谓的同情心 说看到马路上 有一只小动物啊 我就喜欢它 我就觉得它们很可怜 会怕它们受到伤害 我要把它们带回家 你同情过它吗 我最后代表有点减刺 让我的东西都在进入 队子都在颖 面上 会增加 都在买 上 早上 不亚 它是 干什么 我 工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